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五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心台电的消息 在台电公司 有一个一年一度的大活动 叫做业务联合检讨会 在这个一天或两天一夜的活动里 来自台湾各地 处长级以上的长官 都会齐聚一堂 彼此分享工作的心得 也交流公司的重大任务和政策 可以说是台电的华山论见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年业务联合检讨会的精彩内容 这是一张记录着民国39年1月 台电首度召开业务检讨会议的老照片 从画面中还可以看到 当时还是机电处长的孙运璇总经理呢 这个会议主要是由各单位的主管 齐聚一堂 目的是共同检讨一年来的点滴 并展望未来 接受社会的挑战 面对未来来开创新局 在座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义务跟责任 福晋追袭 台电为了守住这一甲子的傲人成果 年年都秉持着这样的传统 102年的2月22日 主管们聚首于台电训练所 但有别于以往一天的时辰 透过时间的拉长 在一天半马拉松式的会议中 检讨过去 替立未来 经由空间的延伸 来自全国各地的主管 互相交流 彼此联系 为台电新的一年齐心努力 共同打拼 一天半的业务联合检讨会议里 先由各相关单位主管 分别接续报告 经营改善成果 人力资源发展规划 年度经营绩效及财务状况 电业自由化规划的进展 第二天宣示102年公司总目标规划 接着由七大系统的副总们 简报目标执行成果及未来规划 最后以近来较热门的内外沟通 核四工程及店家议题做结尾 透过这样的专案报告 让所有主管更聚焦新一年的目标 会后由总经理为公司 未来努力的方向做了定调 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总体策略里面 已经表达了非常的清楚 就是要创造价值 降低成本 要善尽社会责任 强化我们的顾客服务 这四点 董事长则以台电的传承 面临挑战要如何改变 已经动了打还要更好 等观念来勉励再做主管 并激励同仁士气 不可以把我们比较机关的性格操 比较企业的性格调整 该做的事情加法 加法要更加 可是我们又要减法的思维 不该做的事情 就要尽量把它省下来 即使它是一点点 该台电承担的全力以赴 不符合效益的 要斤斤计较 不具急迫性的 可以暂缓办理 我们是在面对一个挑战 面对外面环境的改变 所以要点点滴滴的努力 可是要清清楚楚的方向 台湾就像是我们的母亲 这片土地孕育我们成长茁壮 电力就像是我们的父亲 默默推动我们前进的力量 2012年我们走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 孙老总的期许 让我们长保台电领域 重振台电升危 面对社会的改变 我们要自我调整 避露蓝绿再创新局 今年业务联合检讨会议 以2013年同仁票选 给公司的一句话做结尾 电力艰困同周际 齐心协力创新局 在所有主管的几股事实下 不管外在环境如何险距 我们仍要昂首吸手向前 共创台电历史辉煌的一夜 电力照亮了你我的世界 也为家家户户点起了温暖的灯火 台电的输配电前线人员 在高空作业中训练出从怕到不怕的胆量 在高压而且没有断电的情形之下 进行绝缘艾紫的清洗 这样的打拼 全都是为了源源不息的电力供应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发现电力之美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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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